您在就任后有再几次公开演说表达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还有绝不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那这些言论被前总统马英九批评是新两国论 他还说你是引战总统 那想要请问总统能不能进一步回应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社会的共识 总统的职责就是守护国家主权 维护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 造福国人 没有一个总统是例外的 那至于提到不接受首战及中战 是要展现对保家卫国的决心 台湾人民热爱和平与人为善 但和平必须要靠实力 也就是透过备战来达到避战 而达到和平 空口白话不是真和平 靠实力达到了和平才有保障 才是真正的和平 首战集中战赖清德是批评投降主义的意思 不过大家认为说 首战集中战当初是大陆提出来的战略目标 那到底跟投降有扯上什么关系 首战集中战是中共对台的战略目标 蔡英文总统任内的国法安全研究院 针对这个做了报告 那国民党马前总统引用 这有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赖总统批评的投降主义 是不是在批评蔡英文总统做这个研究 当时的国安会秘书长是顾立雄部长 那请问是不是顾部长在质疑当年的顾秘书长 我觉得这个动辄用投降主义来灌在国人身上 是非常的不对的 那我现在是不是想请问 当然如果有外国侵略我们 或者是说台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结果大陆还发动战争 没有人是会投降的 但是如果说今天把主张两岸和平 主张要交流 主张要避战的人都视为投降主义 那请问这样的政治攻击 对这个赖兴德政府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是很认真的在提出质疑 我希望赖政府不要动辄用投降主义这样的帽子扣在国人身上 赖总统有说不能接受首战及中战 但是马办那边回应有说人们需要避免战争的总统 不是一战总统怎么看这个说法 我想总统的主要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有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然后要有抗敌的决心 主要的重点应该在这个地方 他的意思就是不能够接受投降主义 他的意思就是首战及中战 就等于接受投降主义了 所以他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概念 那我想我们是首次作战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 要不断的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然后不断的要展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决心 那我们在战略上也要针对这个敌人可能的行动 然后主持发展我们的防卫构想 那以主持削弱敌的这一个攻坛的能力 作为我们的目标 然后最后让他侵探的目的 没有办法达成 昨天赖清德说 马英九提过的首战及中战叫做投降 我觉得赖清德是没有在看这个国防的白皮书 或是国防部或专业单位他们的一个评断 所以首战及中战 讲的是中共的战略的目标 不是我们这边的所谓的作战的思维 对我们来说当然是这个要增加防御众生嘛 那要能够辞职敌方作战嘛 那要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的力量 可以有更加有空间有时间来去支援 那当然更前提是必战 所以说换言之以前马政府的部分的话 就是他的战略思维 第一个首要是必战 就是不要让战争发生 那台湾就不至于沦落 像乌克兰时候的一个状况嘛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你要增加那个战略的防御众生 那到最后如果说真的是所谓的 不幸发生战争的情况之下 那你要有所谓有效的抵御的一个国防的力量在 所以首战集中战是从大陆方 他们当然希望数战数绝嘛 那这是对他们的战略想定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 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 我们要我们的战略想定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就像他当初讲什么八招潜见 要一次盖完 我就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国防的一个专业 那我特别讲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在马政府时代 基本上讲你说两样会发生战争 你去外面去问 大家觉得你脑袋是有病的 你可能是你可能脑袋有问题 这和平成平时期哪来的战争问题 可现在大家都问会不会发生战争 本身这个问号 甚至其他的国际的媒体 已经不再认为台湾是一个和平之地 认为是一个火药库 这是今天赖清德以及民进党 带给台湾的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危险就是说 赖清德有什么脸来去抹红马英九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海峡中线是守住的 结果你现在连淡水和河岸你都守不住 随便一个前中共的艇长驾着快艇就可以长驱直路 如入无人之境 不要讲突破海峡中线 突破24海里林街区 突破12海里线 直接冲到内水来甚至登岸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知道 今天赖清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颜面 你把台湾整个防御战略众生 民进党整个沦上 然后你真正在做的是伤害台湾的所谓的 国家的国防安全 你没有做到捍卫国防的安全 同时你也沦上了战略众生 那现在到底有什么底气 讲这种所谓的抹红的话语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遗憾 立法院韩国瑜院长 国防会胡钊燮秘副长 高雄市陈其迈市长 国防部顾立雄部长 陆军官校余建峰校长 各位立法委员 各国驻台使节代表以及武官 有邦军校校长 各位退役降点 陆官历任校长 司长 校友 现场所有贵宾 同学 顾在一起扫兴 请扫兴 亲朋 陆军官校百年校庆 能够以中华民国 三军统帅的身份 来主持百年庆典 我深感同性 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 我们聚在一起 不仅仅是来纪念这所著名军校 百年来 炼铁成钢 打造一支又一支的钢铁舰鱼 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 捍卫国家的生存发展 更是要对所有 曾经在此学习 成长 并为国家和人民 做出卓越贡献的陆官人 表达敬意 各位同学 在刚刚的阅兵 以及分裂师中 每一个人士气高昂 可以看得出 平时的续电精神 令人赞赏 我请代表国家 衷心祝福 也衷心感谢 祝福陆军官校百岁生日快乐 校运苍隆 迎接更辉煌的百年 陆军官校 成立之时 自国家围往国势 内外交迫之际 当时走进路关的年轻人 板腔热血 为民有 民智 民想的民主共和国 踏上东征 北华 遥共 抗战的政府 展现出不怕苦 不怕难 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 战功标点 然而 却也在后续的国共内战中势力 民国38年 政府过千来台 隔年陆军官校与凤山副校 军民更团结一致 打过823等战役 成功守护台湾 近年来 在大大小小的天灾地变中 君爱民 民进军 军民一家亲 在历史上 一次又一次的生死与共里 中华民国 也已经在台澎金马 落地生根 陆军官校 更在凤山 开支上业 因此一百年来 重视历史 警务 场景 悟患心理 但我们坚定的确信 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精神就在那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凤山训练 聚往开来 在这里 黄埔精神扎根拙壮 在这里 秉持为中华民国 生存发展而战 为台澎金马百姓 安全扶植而战的 才是 真入关 没有这份雄心壮志 就是假黄埔 当前 台海的和平稳定 不仅仅受到 国际社会的关注 也是 全球安全和繁荣必要的元素 在陆军官校举行百年孝庆的指示 全理事身 应该要体认 新时代的挑战和使命 最大的挑战是 面对中国强势崛起 迫害台海现状 是并吞台湾 消灭中华民国 为其民主大业之伟大复兴 最高的使命是 勇敢 承担起守护台湾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责大任 各位同学 你们选择加入陆军官校 表示你们对国家有使命感 选择接受最严格的训练 表示你们有勇气接受挑战 你们选择走一条艰辛的道路 更显示你们有能力 承担大任 因此在历史性的时刻 我对各位同学提出三点勉力 第一点 深刻体会 牺牲 团结 负责的历史意义 路关是未来军官的摇篮 培育国军将校的基石 各位同学 都是国军的未来 也是国家的未来 我希望大家 对同袍亲爱 自我要求精诚 对人民亲爱 对国家忠诚 在从军的道路上 精益求精 持续提升专业 技能和品德 让自己成为引文引物 素德兼备的军事领导人才 同时要贯彻 不计时生 以寡敌众 亦共患难 自同生死 以及保家为国 始终如一的决心 只要你们的实力越来越强 国家就会越壮大 你们越是沉着坚定 国家就越能自信前进 我都为各位同学的第二点勉励是 全心全力 奉献给国家人民 国军的属性 随着国家发展不断转型 从党军 从党军到国军 从革命军到专业军 从为总理而战 到为国家人民而战 百年后的今天 路关的不是革命军 而是属于人民的军队 当前的国军 更不属于任何个人 或党派 而是效忠国家 效忠人民 效忠民主 各位同学 与同袍 要如手如足 无私无我 对人民 要亲民 爱民 服务人民 保护人民 将自己 奉献给人民 绝不辜负 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我的第三点勉励是 捍卫国家主权 有主权才有国家 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 各位投身陆军官校 就是将保卫国家的 种植大人 扛在自己的肩上 我们绝不能够 敌我不分 也不能够敌友不分 更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军人 是国家忠诚的所谓者 是国人的依赖 国家的骄傲 我希望各位 坚守国家的信念 务必要维护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 捍卫国家主权 不容侵犯并吞 确保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由两千三百万人民共同决定 让我们一起 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尊严 为国家带来光荣 与繁荣 身为总统 与其三军统帅 我的责任就是带领国家 团结国人 共同守护台湾 促进民主 和平繁荣 我会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强化国防力量 建构经济安全 展现稳定 而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能力 以及推动价值外交 跟全球民主国家 肩并肩 站在一起 共同发挥 规则力量 避免战争发生 以背战 来背战 靠实力 达到和平 创造 繁荣发展 从520 就任到现在 我已经陆续到各部队 了解任务执行的状况 关心国军弟兄姐妹的各项需求 未来我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 也会要求军事训练 符合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 持续提升整体战力 让国家安全 获得完整的保障 我也要让国军在保卫国家的同时 没有后顾之忧 我会将照顾军人的生活与尊严 放在国防改革的重要位置 也会团结所有国人的力量 一起做国军的后盾 最后 让我们共同为打造现代化 智慧化 专业化的劲力而努力 为守护国家主权 民主自由 人群的价值而打拼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